第六课,一飞天改写自周瑶萍动物的一飞天大赛动物村的创意赛又快到了 今年玩什么呢?猴子坐在树下想破了头 妈妈要教你们怎么飞了 相信你们能一飞天 树上传来鸟妈妈的声音 小鸟问,什么是一飞天呢? 一飞天就是把能力全部发挥出来 一飞就飞得又高又远 鸟妈妈双翅一排,来个完美的一飞天 小鸟们上看下看,全身发抖 怎样也不愿是飞 猴子想,如果有翅膀,我也能天吧 它越想越觉得有趣,决定办个一飞天大赛 看谁能在空中停留最久 这天,动物们带着造好的助飞器来到树下 准备大展身手 小兔在脚上装了弹簧,的一跳 摔个四脚朝天 猴子往巨大的弹簧闯一跳 死命挥动刚装上的翅膀,迎来一片笑声 一旁观看的小鸟们觉得有趣 不知不觉,就拍着翅膀飞出了家 咦,我会飞了 小鸟,满心欢喜地向下看着大家 该松鼠上场了 它站在树枝上 请大熊把树枝拉到地面 大熊一放手,松鼠弹得又高又远 嘿,松鼠不会出事了吧 我们快去看看 小鸟们翅膀一拍就入高空 虽然比赛已经一片混乱 但鸟妈妈看着孩子越飞越高 心中有说不出的快乐 的东西 这样 咱们就要 这张证明 这张证明